親愛的徒兒,你還好嗎? 各位請教授,好,請坐 謝謝,謝謝您 好的,感謝天師德 感謝我們好多全球的付出 讓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環境共同來學習 接下來這個卦其實是蠻重要的一個卦 在白洋藝裡頭 以及對我們本身來講 我們這個時期這個白洋棋 白洋棋的修行法 跟這個卦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卦是跟我們求完道之後 我們要開始學習的 就是我們知道師父引進門怎麼樣? 修行在個人 這個修行在個人有一個很重要的內涵 那就是要懂得修這個太和 修太和 所以為什麼我們到場會很重視修生起家 因為家一定要先能做家和的怎麼樣? 萬事氣的 這個家和這個和 我可以先用這個太和 每個人都修這個家和和氣氣的萬事氣 然後社會祥和 國家 國與國之間和平 世界就大 所以整個大學 從格物自知 誠意真心 修生起家之國的天下 這個大學裡頭 格物的功夫失傳 格物 我們一定不知道格物在做什麼 其實格物有個很重要的內涵 當我們求完道之後 我們讀了先手教導的 那個大學的聖信 我們會知道它裡面教我們 就是說 整個實踐的過程 從格物自知 誠意真心 修生起家之國的原廠 那個格物要從自己本身做起 那我們以前 我們學到的道理是說 格物要格心物 要格外物 但是我們一定不知道說 格心物也好 格外物也好 當你這些都格了 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格心物格外物 就是涵養太河的過程 好 所以我們要來了解這個掛 因為這個掛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貼近 我們每天的生活 就像這個掛像 大家看到這個掛像 上面是坤 是大地 下面是錢 就是這個天 地在上 天在下 看起來好像不正常 但是這個是一個國泰民安 非常棒的一個掛 叫做太掛 太掛呢 為什麼它看似不正常 其實最好的狀態 因為這個地 它在上 代表 三個都是陰門 地在上的話 天在它之下 天就會往上走 地就會往下走 所以它變成這個是陰這個是陽 然後轉 動起來 動起來 動起來就變成太子 也就是生生不死 動起來 如果是在一個固定的速度 的情況下 而且永恆不變的速度 在那邊運行 那個叫太河 就像地球繞著太陽 我們昨天提到這個問題 它是一個永恆不變的速度 跟軌道 轉了45億米 它就是在一個太河狀態 如果陰跟陽 這兩股能量 它的運行速度 能夠很正常的 在固定速度之下 那個就是來到了太河 太河就能夠封條已順 火太明暗 好 所以大家把課本打開來 我們先來讀一下 這個團體太廣經文 在第幾頁 第二 32頁 好 看課本 要不然會有 這邊字太小 來 我們讀一下 太小 天下 天下 空上 太小 往大 來 其 恩 太小 往大 來 其 恩 那 再 對 然後 嘗 真 那 真 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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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甘民,七九八八八十七億公六四十七億公眾生, 向悟八八十七億,十三四十億, 在內容我母親獵父母、 教我的福學說, 我母親的真正平衡生, 向悟八六十四十億, 离光荡年 久生 無憑不憑 無望無處 天燈 無舊 故智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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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緣 無望無處 天天靜天 流視 天天不俗 此時遠 無心寧 虛不 Champ Sant evaluate 無 rules de newbie 遮光下演 天天不俗 生存實現 不歉立法 遮光中 天天天眼遠 無竜玄 出竹於 Earth 遮光省 無恥衛香 無病 遮光 遮光 待遮光 一大英 刻詰刺 遮光 余 siguiente 終結 暗靖 善略 臣父與王 勿用詩 賜予告命 真理 善願 臣父與王 其命斷圓 這個郭王 他有一個重要的 我剛跟大家講 這個《天地經》就是充滿著太和之氣 我們叫做太和正太 我們人身上其實也是有一股太和之氣 但是如果我們偏離了這個太和 那個叫做利氣 小朋友發脾氣的時候就是叫利氣 暴力之氣 利 那我們人要回到太和 這是一個最大的狀態 就像這個天地萬物能夠生生不息 就是一個太和的狀態 所以這個整個卦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內涵 就是教我們怎麼樣回到一個太和的狀態 尤其是白羊藝 好 我們來瞭解一下這個卦一些子分的內涵 好 來 我們來讀一下 我爸自欲天下拜天 拜卦四點人類美好為人的話 我拜您 風涼禮盛 拜天甚至 從霸向聖人 拜卦聖為天為地 下化為錢為天 地站天之下 就會自然的往上走 天往上走 如此陰陽變化 生生不息 又是太大了法相 看的意思也有極其的佛大 必大物國 人們自然就富裕 所以漢年有富裕 花彼的恩義士 人們通一主食 社會就會合理安定 所以漢還滿有平衡穩定天下太平的韓力 好 所以一個國家或是一個家庭 如果能夠很和平 很祥和 家庭有和諧 那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好 家和萬事心 國家也一樣 對這個太和很重要 就是我們從自己本身修煉這個和 和和氣氣的 影響到周遭的人 再影響到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 這就是我們今天實現大同影響 就在做這樣的工作 一步一步去推展 從自身做起 影響到周圍 影響到很多很多的人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掛詞 太化的掛詞 太小往大來幾分 太化象徵通態 由小者由下而往 剛大者至上而來 其強分通 剛剛講到說 這個太掛是因為它 上跟下剛好一個往下一個往上 然後這個往下一個往下往上它就動起來 這個動起來的意思就是小往大了 這裡的這個小代表 因 代表這個 我們說這天氣間有正跟負 這個代表負的能量 正的能量來的 大代表正代表君子 小代表小 正能跟精子就像一個正一個分一樣 那小這個負面的東西 正代表正能量 這樣子的話 極 橫 其實它這個掛詞有個很重要內行 其實就是講我們每個人的人心 因為修太和是修 修自己的修 心平氣和 那這個小往大來就代表說 我們心裡面一些負面的想法 叫做什麼 這些東西要把它放掉 然後多正面的光明的想法 正能量 正能量要進去 負面的想法要進去 這個修煉的過程就在修 太和的意思 所以修太和是從自己的心 你說心怎麼會有這些呢 有啊 我們常常以小人之心去度什麼 僅此之分 代表說我們常常會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如果我們心裡面有負面的想法 這個負面代表因 如果這個想法一直在心裡面 這個要說卡到陰的 等於你的心被陰的東西進來 一直變成你的一個 每個人所想的起心動念 都是這個不好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用太和所講的 太和的方式來修煉 叫做小往大 把負面的東西給它丟掉 丟掉 丟掉 讓正面的東西進來 進來 進來 讓這集合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看到懷洋椅 他是在講這個問題 怎麼樣子讓我們的心 從平和 叫做心平氣和開始 進而影響到周遭的人 影響到家 影響到社會 國家 那這裡面就講到精子跟小的 這個是小 這個是大 這兩個要不可以說只有一個 其實一個都不好 那兩個相互為用 但是相互為用叫做行移 前見昆順時 就是這個社會一定會有一些負面的東西 但負面的東西有時候是在斷練 讓我們練太和 其實這個的意思我稍微再補充一下 這個地方 好 我們看到這個前進昆順行 就這個 那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練太和最好是在一個 很容易讓我們生氣的地方來練 到有一天這些都不會影響到我的實在 我們的太和正能量練得很好 如果你去到一個 完全每個人都對你很好 你聽到都是非常好聽的話 那這個沒有機會斷練 我們的脾氣毛病是會受外在的影響 把我們激化出來 這讓我們變成脾氣很不好對不對 有些人會這樣 那這種地方 這種情況對這一個人來講 如果他要練太和 那個是一個絕佳的環境 就是你停在一個 讓你花脾氣的地方 那很多人常常會惹你生氣的地方 如果你懂得練太和 你絕對不要逃避 這種地方 你要在這種地方你練 練到最後一個東西 叫做無生乏忍 生忍乏忍到無生乏忍 完全不產生 你根本不用去那個氣 那個就是代表說 我們在練太和已經練了夠 前見昆順 這四個字就是 意思就是說練太和不能只是挑一個好地方 他也要有四面的地方來鍛鍊成這樣 所以他整個內涵 來我們讀一下 一位勇德心的君子 與實踐態以盛斥為領下 前道當劍 不道理順 同情協力共敗 讓不好的小人之氣建造 讓君子的正道建造 以利為萬民的主宰 以利為萬事的競責 正人欲吃心情爭絕對其善心得以神就大同理想 好大家知道有一句話叫做 禮以什麼為貴 禮以何為貴對不對 所以這個禮是練太和一個重要的嚴肅 一定要把這個禮寫好 那這樣子對我們鍛鍊太和會再有幫助 還有另外這個義其實就是菩薩道 義就是做對別人的幫助的事而不求回報 另外叫做義 甚至一個很有義氣的人 兩倍叉叨為朋友犧牲奉獻 他都願意他會很有義 義氣 講義氣就是我犧牲自己都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義就是有點像獨撒道 那這兩個東西是我們練太和很重要的點事 這兩個合起來講就是行善基德 行善基德 因為做好事 然後他整個過程 其實就是在消我們那些不好的訓練想法 叫做小人之氣見像 這個小人並不是外在 有真的很多小人 而是我們的心中的小人 然後心中的君子要把他推揚起來 好來繼續讀 太法講的是一個國泰平安的太平盛世 但如何實現 這關鍵在營養成為共犯 小往大來 君子盜居小人盜居 君子要扮演主要的責任 但也不能沒有小人的作用 一切要以任何人為罪 廣絕善緣 依據眾人的力量 就像如果只有岳飛沒有錢快 可能沒辦法成就岳飛 大家知道錢快一天到來 他是標準的小人 那就是要上天派他來鍛鍊岳飛 隨後造就岳飛 對不對 人也一樣 我們不能說我就選擇一個 最好我就禱告給上帝說 上帝讓我一切都平安安順順利利 所遇到的人都對我很好 所遇到的事都很順利 如果這樣子的禱告 對自己其實是沒有做到幫助 應該怎麼禱告 上帝請你給我智慧 讓我通過一切的考驗鍛鍊 而能夠成就自己 那通過一切的考驗鍛鍊 其實就是個盒 就在練這個盒 如果我們雖然把一件事情做好了 但是得罪了一票人 那並不代表我們把事情做好 而是我們反而因為這樣子 跟一大堆人吵架 撕了盒氣 那這個不代表我們做事情 做得很成功 真正的成功是當事情做好之後 大家接到歡喜 每個人都很開心很高興這樣子 那一片祥福 那這個是真正的成功者 但是過程可能很辛苦 因為過程很辛苦 最後成功的果實變得很甜美對不對 因為有辛苦的鍛鍊 才有甜美的果實 如果沒有辛苦的鍛鍊 那個得來的果實 他不會珍惜 他也不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甜美果實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些負面的鍛鍊 但是最終成就的是君子 而不是成就小人 小人只是扮演鍛鍊的這種事 也就是說我們的心中一定會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這是很正常的 我們一定也會有懷憂喪志的時候 我們一定也會有不該有的妄念 或者是我們也可能心中有一股厭氣 我們可能心中也會有埋怨 會生氣只是我們沒有表現出來 或者是種種的負面的東西可能就在我的心裡面 當這些東西跑出來的時候 你也比較傷心難過 因為這些東西出來只是在驗證 你的太和到底收的夠不夠 那你就要警惕到說 原來這樣子的一劍事一劍化一個人 還可以惹動你的無名火 因為無名火一旦發出來 把功德靈都燒掉 那你就要以後就要很想說 你知道你的弱點在哪裡 你知道我們的缺點在哪裡 我們要改進的在哪裡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斷念太和的過程 所以上次開了三天法會 因為日本這邊我們都有去 那斷念們講了很多感情 我們帶去的斷念他們也有很多的感觸 他們最大的感觸 有的人說我就是脾氣不好 在家裡面就像一個霸王一樣 講的話不聽就發媒體 就很生氣這樣 但是他看我法會 他第一個想要做的就是 從今以後我不要發脾氣 我要用核氣這樣 那我們想想這一個人 如果回到家 他有了這樣的改變 你想這個家會怎麼樣 這個全家的人 你就不用跟他講這個道多好 他自然就知道這個道好 一個人本來脾氣也不好 可是他變得很核氣 對每個人都很核氣氣 磕磕磕磕 因為他在練太多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我們講 修身起家治國品天下 就是這個意思 每個人都心平氣和 這是第一步 才有辦法進而談 很大的理想 如果大家都商和氣 那怎麼談大同理想跟滿滿 好 我們現在來讀一下��給大家 第一個 二九八八五五五 等幾票 為贈禮 units 太掛的出揚 象徵與同類相交潛行 就像霸氣老草 牠們的根根不相牽連一樣 與其同類總是聚集在一起 如此千萬 比利至公害其相 這個第一個也要看他寫了一個例子 就像拔茅草一拔整個根土全部拉上來 外面很多草 這一拔他整個連土連根一起拉起 那這什麼意思呢 根根相連 代表這一群人 他們很和 和平的很和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內涵就是說 練太和不可以一個人關在家裡練 他是要跟一群人來練最好 因為一群人這裡面就會有各種的狀況 有的人就變成失和在那邊吵 這兩個人就在那邊對立 這兩個又是個小團體 然後大家吵來吵去 如果你要鍛鍊太和 最好是找這樣的地方 而且有辦法把這一群人 大家弄得很可行的團體 這就是這個意思 以其貴爭執 這樣子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一定可以成功 也就是說 你把一群人變得同心同德 這一段過程 就是練太和最好的一種環境 跟你做 你要做這件事情最好的狀態 好來我們準備一下 如何讓眾人同心同德一起努力 首先要能像拔出毛草一樣 年年跟拔起 象徵君子要凝聚眾人的力量 同心同德一起掌手出征 才有機會成功 諸九堯正好是基礎條件 說明君子要成就 國泰民安的盛世 先要能凝聚眾人的力量 這時也要堅固與小人的交往 各方面的圓融 才有成功的可能 白陽義者點出 重點在內行人城 你以行之 你以教之 好 這個同心同德的一群人 不是那麼容易 經營的起來 他需要有很多的付出 尤其這個領導者 他一定要有很高的智慧 很高的智慧 有三件事他要做 第一個他一定是一個最大的愛心的付出者 在這個團體裡面 他一定要是一個最大愛心的付出者 也就是說你要成為眾人的領導 你一定是愛心付出最多的那一個 其實我們要給孩子一個觀念 就是說人員之間最重要是維持 這種心平氣和 因為這個是做事情 要能夠成功的關鍵 你跟人家都處不合 要怎麼做事情做好 第二呢 你要成為眾人的領導者 你一定是那個愛心付出最多的那個人 你才有辦法真正成為一個眾人的領導者 第三呢 禮貌很重要 再來多做好事 好 你們要來請吃飯了嗎 是不是 好了 那我們 小朋友都來了 他們已經準備好餐點 要來邀請自己的爸爸媽媽去吃飯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午的課程要繼續進行 接下來的太掛的第一個窯 我們早上談到的 第一個窯 第一個窯呢 這講修煉太和的一種方式 這種方式就是讓一群人 本來都很陌生的一群人 能夠變成同心同德的一群人 這個過程 那個推動者 執行者 就是一個最好鍛煉太和的一個機會 那這樣子的鍛煉 他需要具備的 是最大的愛惜 就是他要比別人 就團體裡面的任何一個人 出的都還要多 第二呢 他要有一個制度 最好這個制度是用力 來做規劃 用意 來做規劃 來做規劃 你跟你 這兩個呢 是形成一個很好的一種團隊 他很重要的那個條件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第二個窯 來大家一起跟我們想 九二 包荒用平和 不強以狠狂的善於忠情 彼此要能凝聚眾人的力量 一定要具有歡大包容放股的心胸 独手渡河的勇氣 遠處不遺漏的深思熟慮 以及普世伴與同黨的大公武師 且有公庸的美德而得到獎賞 好 所以第二窯 他就是在補充說明 這個領導者 這個領導者 要能夠把大家戴得 薔薔乳這樣子 跟跟相連 同心同等 那基本上 他需要具備一些特質 等於說他要凝聚眾人的力量 所以這個和可以凝聚眾人的力量 不和就會分散眾人的力量 就是說一群人在一起才好辦事 人多好辦事 結果因為不團結 不團結就是不和 不和就鬥來鬥氣 打來打去 結果力量分散 所以三人同心其力斷子 所以這個是必然的道理 所以我們用這個和來凝聚大鄉 用這個和來成為同心同德的一群人 用這個太和來凝聚力量 但是這個也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他需要有一個很有愛心 能夠付出的人 他用寬大包容的心胸 叫做包容 然後要有很大的勇氣 叫做用平和 就是獨手獨合的意思 另外要心思細膩 身思熟慮 這個不暇意 還有盆網 就他的大公無私 不會那麼小團體 然後自己身邊有幾個 這個 反正他就只用身邊幾個人 然後用這幾個人 然後用這幾個人來當作他的一個執行者 然後這幾個人就不想要很偉 這樣子 然後會變成大家 都能夠對這個領導者很辛苦 那這樣子就不叫大公無私 好 得上於中喜 簡單的講就是這個人 他必須大公無私又忠道的理德 而且從中庸之道 就是大公無私來推行 對我們的白羊義 在這邊就衝充了一個真誠榮重 就是說你要把一群人變成很好的一群人 大家同心同情 那這個領導者 除了剛剛講的特質之外 總歸來講就是那份真誠 好來我們請一下 如何能以真誠來容重 德性來代重 實現太平甚至不是靠武力 而是靠真誠的德性 寬大包容的心來容重 以真誠不惜 無隱瞞的態度來對重 就能日日增進 就像君子之道見長 小人之行見銷一樣 以德來感燒 以真誠來容重 才足以成就偉大的聖事 要讓小人之行見銷 君子靠的是真誠的心 無惜的努力 日日有所增長 許虛見靜而抵禦 好這段過程呢 領導者的那一份真誠跟德性 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修煉太古 自己一定要有一份真誠 而且要培養德性 用德性來領導 那這樣子就能夠讓小人之行見銷 大跟小 小就是入面的小人之行 大就是君子正面的正能量 所以靠君子的真誠 無惜的努力 這樣來行性漸進 而抵禦 好 再過來我們看第三遙 來 九山 祖三 無敵 無苦 光 無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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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有福 所有平凡的道路中 滿面等一會長有變波 小人取得還會回來 代表有考驗與鍛煉 君子為夠堅固 無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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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講到說 這整個 儒家要實現大同理想 他是從個人做起 修身起家之鬼 等一下 但是修身要修什麼 首先要把 不可氣氣 派來修出來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尤其在推展過程 他一定會有很多考驗的段落 會讓我們 心不平氣不渴的事一定會 那一種 心不平氣不渴 代表我們那一種 好像無平不體 這個意思就是說 表面上很平坦的道路 但是內心 內在常有很多堅固 堅固的就是那些 考驗、鍛鍊 小人去了還會再回來 類似這樣的意思 所以考驗、鍛鍊 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沒有鍛鍊 所有的 我們所所具備的這些修養 都不是真實能夠 就是說他要經過考驗段落 才知道我們到底修練的程度 比如說能夠保持心平氣得到什麼程度 他一定會有一個考驗段落 好 那藉著這個考驗段落 剛好可以把它不斷的推展 讓人與人之間都能夠和諭其為民 讓社會都能夠下一個 讓國家都能夠和諭其為民 所以他這個是在講一個修改 一個推展的過程 推展過程它一定會有的 小徒王的復然就是說 你以為大家都已經很可學 很和平了 但是突然間一件事情 可能又把這個事情又掀進去 所以它是艱難的叫做堅持 不容易 但是雖然不容易 因為我們是在推展這個 修煉這個態度 所以它是一舊的 物系其始 所以不用擔心 只要你的真誠就變 這個叫物性情死 物序情死 以死有死 終究你可以享有很大的福報 只要你的真誠不要表現 那你一定可以得到死 就是你可以得到很大的福報這樣子 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尤其來到了這一堯 第三堯 他感覺上就是已經有一股 推動這個太和的力量 在社會上的每個角落在執行 然後從個人到家庭 但是當然會有一些考驗斷練 那這一群人我們稱為金子人 因為金子人就是一個推動這個太平 甚至理想的這種太和 太平 天下太平的這個 整個理想的一個推動 這一群人我們稱為君子 他們呢就是 以小人之道消 君子之道長的方式 推展正能量 那這一群人呢 當然一定也會有考驗斷練 所以我們來讀一下 實現是以金子人的正能量度 主導的時代 九三要講天道循環的道理 要特別注意君子與小人之道的消長 處在陽氣上升 君子之道日常時 要以義為行事之等成 就明天道依領而行 而且能活潑玲瓏 符合中道 那這個地方就是在講一個 未來推展太平盛世 那種理想的過程 他應該是會有一個團隊 會有一群人來推動 這樣子的一個理想 那這一群人呢 他們共同的特徵就是說 大家都曉得要以金子的正道 修煉太和的方式 讓每個人都能夠加和萬事心 叫做幸福家庭 和氣身材叫做人和 然後盡了最後能夠盡人勢 以跟天和為一 叫做人與天的和 那這種過程就是實現大同理想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當然會有些考驗斷練 那前面幾個搖有點像在個人的鍛鍊 那這個變成團隊的鍛鍊 變成說我們從一個人 那一種太和的鍛鍊 到一群人接受太和的鍛鍊 那這個過程當然是很不容易 因為一群人有可能他們 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遇到困難措斥 大家心就病死了 這樣好比我們這個夏季雲也是一群人 大家共同努力 其實我們也是在實現一個像這種 加和萬事心的深層 國家祥和世界太平 這樣一個太和的推動 但是我們一定會面臨一些考驗斷練 所以我們考驗是考驗我們這個團隊 能不能經得起這樣子的鍛鍊 我們是讓這些孩子來鍛鍊我們 那我們怎麼樣子 我們都把孩子教好 因為每個都非常好投 有問題的才會來 尤其第一期次 大部分都是這些 很多就是有問題的 不是說每一個 我說好 所謂的問題是說 就是希望他們有改變 對 都希望他們有改變 有很多是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考驗斷練的過程當中 也是在挪練大家的心智 看我們那個團結的一心的那一種心智有沒有改變 那這一窯也是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好 我們繼續來讀 是知道嗎 小人知道小人平解就是義 因此君子原 君子律與命 小人律與力 要實現國泰明安的大統立下 當政者一定要以意為萬事之己者 而不是以牢施力來萬事之己者 能這樣來以便以利 為罪的名道理行從 因為真謠是在講整個推展過程 就好比說我們現在是正在走在一個推展過程 就是說我們出了這樣一個環境 然後還有我們要做的 還有我們這些大家在這裡 我們是有一個共同的理想 好像一步一步在推動 那這個過程當中 他會有很多磨練跟鍛鍊 但是中心思想要掌握得到 所以他這裡講君子意義 如果我們今天我們這樣做 是不是為自己的好處在思考 而是像一個君子在推動這個意義 小人就是為自己的好處在著想 那這麼辛苦也沒得什麼好處 那他不肯去做這個事 但是君子會為了一個理想 他去付出 他會覺得說這樣做是實現的過程 應該有斷練 把它當做斷練 那一般的人是希望付出的少得到的多 但是一個君子在實現這個過程 他不是計較得到多數 而是從這個付出當中去學習 不斷的去提升 累積自己的經驗 然後寧記眾人的力量 因為推展的過程就會有一群人 一起努力 就好像我們在打一場很漂亮的戰 然後最終大家這一段過程做完之後 會很回味 我們一起再努力 這樣子的過程 然後再過來我們第四條 六四 偏偏無故以淒淋 無屑以服 泰語化的第四遙 象征偏偏向下 以求同看 互與淒淋居爭所付會 無須告誡 也要只存誠信 我們講偏偏其舞 其實這個偏還有義勞 那這個是一種 很漂亮的鳥 它展示在前面 你的眼前跳舞 給你看 所以偏偏其舞 那個鳥展示在你前面跳舞 有那種感覺 但這裡的形容是偏偏君子 就是能有才華 很有能力的人 這些人 當我們在實現大同理想的過程當中 因為以真誠跟德性來領導 所以慢慢慢慢就有一群人 能夠一起來努力 再進而慢慢慢慢就一些有才華 有能力的人 認同這個理想的人也進來一起努力 所以這裡的偏偏就是指那些 不再有才華 有能力 它會越來越多 因為一群人 一群努力很重要 班達不斷生 那不負以其林 就是說當我們能夠帶領一群人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用好像給這些左右的 臨機身邊的人 因為身邊的人靠在你身邊跟你一起努力 他是為了求富貴才來 那這個是沒辦法跟你常見的 那應該是要為了實現理想 這不是物以其 那他不是為了錢才來跟你一起努力 他是為了這個理想跟你一起努力 甚至跟你在一起 他不會感到憂慮恐懼 這個戒就有戒心的意思 他知道這一個人在做什麼 他就是為了要推動一個這麼好的 一個大同民心 那太平盛世的大同民心 他在努力 所以他知道他只是一個很有理想的實踐者 所以你跟他在一起 是被他的真誠所感動的 所以他不會對你這個人有任何的戒心 我們說人與人在一起 有時候我們會對這個人有戒心 這是我們非常不夠了解的部分 所以他是來自於呈現的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 所以德性的感召很重要 所以這裡意思是說 有很多人他願意一起來努力 不是看在你的錢 也不是看在你的給他的 叫做富貴 也就是那個名位 名位跟錢財這些都不行 那可能就是因為你的理想 你的德性的感召 所以我們來讀一下 可以實現大同城市 必須靠德性來感召萬民 要能得眾人的信 集合眾人的力量 必須努力 不持抱財固 而持抱德性 能不必有靈 德性的涵養 才能感動萬民的心 所以修成在陪德 要效法昏德在物 以德性來感召喚 所以你這個德 尤其是昏德 因為昏德是所有德性裡面 最深厚的這個厚德在地 為什麼他能夠最深厚 因為他永遠都是那個承載者 就像媽媽永遠是孩子的承載者 那一種承載 承載的意思是什麼 承載就好像我們畫一個倒三角 我們說金字塔的尖端 也有可能是倒過來的 那個倒過來 他承載著上面這裡 多好多人 這個就有點像 如果外面的工師 行號 那個大老闆 他就是在最底端 然後上面很多員工 然後員工的家庭 員工的生活 都靠他 靠這個大老闆 當然現在是股份 所以大老闆可能很多人 那這個公司 他是這個公司的大老闆 或是這些股東 承載著這一些員工 還有他們的家庭 他們的生計 但是這個只是 我們講說一般的公司很好的 他有這樣的結構 但是在現實的人生 如果我們把這個錢的因素拿掉 有人還能夠做成這樣子 他在下面 上面很多人承載著你 那我們說外面的公司 行號是因為錢的利益 你要賺錢養這樣 所以就跟在這個團隊裡面 然後老闆呢 承載著你這樣子 但是你也要付出啊 工作要努力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我們所做的 沒有錢的因素 我們還願意這樣子做 而且願意在最下面 是承載著很多上面的人 那這樣子就是一個坤德的 一個展示 坤德就是類似這樣 他就默默地承擔著很多很多 那你踩在那上面也沒關係 那我一些誤會的東西 下去也在那上面 他也可以自身 那這樣子的一種承載力 他是要靠自己 靠德行 一般的人都是好像是靠錢 一個推動大同理想的實踐者 他是靠德行 才有辦法承載這麼多的人 練習跟著他一起的力 所以我們說一個領導者 他是一個大德者才有辦法 比如說我們白水聖地還在的時候 你看那個海內海外多少眾生 承載著那些眾生的身家幸運 那這些人一定會給他什麼 如果說一個公司行好 你這麼多員工 你每個人都要花薪水 然後他們才願意 在你這個公司底下裡面 在你這個團體裡面 但是如果是一個德性領導者 他是沒有花到一毛錢的話 但是這些人願意在你之下 在你的成長之下 比如說這個大德者 他是成長的眾人 但是他並不是像一般的大公司的老闆 他要花很多錢給他一個人 他就是用德性 大家就會在一起 那種大德者的成長 承擔 那個就是一個困德的展現 所以來到這一窯 這要是第四窯 他需要的條件 他需要的條件又越來越多了 他需要有像昆德那樣的承擔力 叫做厚德 載物那樣的承擔力 來我們繼續讀 前面有言太平盛世的實現 悲戒無力以神之 而是一種德性的改章 六四遙德性與雙零 如何理智的男神 是以教化 誰是彼此神又能才 這一切的作為 必要有厚德載物的昆德典範 厚德載物的昆德典範 這裏的意思就是 告訴我們說 你像我們台灣的最大的 你叫紅海豪 他的大老闆 他下面有很多員工對不對 但是這些員工跟他大老闆的關係 那要大老闆要花薪水才有可能 可以把他們留下來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來看我們 就我們道場 我們的大大一族的大家長 寒老或者是海水聖地 我們叫海水聖地 那上面有那麼多的人 上面有那麼多的人 眾生 那也超過一個大空虛 這些人 他們是靠使把大家鳴結在一起 就是這個奉得在 所以那個是遠遠超過 經營的工序的難比 那個經公司有時候還比較容易 只要你有錢 你還可以找了很多人 但是你要把大家集合起來 願意在這裡一起來努力 為一個理想來努力 那個東西要用德性的引導 所以來到這一窯的意思就是說 要實現大眾的理想 自己本身的條件不重要 慢慢慢慢你要成為一個 德性的領導者 來 第五 第五歸類本地是 原期太陽的第五條 讓人正貴者下陰賢者與窮通看 就像地羽下降其女一樣 因此而得到福澤大獲其祥 因為第五條 第五條它是領導者尊位 尊位就是九五至尊 但是這個九五它是一個六五 就代表說這個領導者 它是一個 它不是用很剛強的努力方式 去征服人家 去統一人家 它是用叫做和親 異以歸媚就是把 把女兒妹妹嫁過去 然後大家本來是籌家 變成親家 那採取和親的政策 和親的政策 把敵人化為家人 代表這個領導者 它是一個很活潑玲瓏 他甚至願意以尊就嫁 去去這些行的神 即使是仇人 只要他有才華能力 他都願意用 那即使是仇人 他就嫁個女兒 才能變成嫁人 很活潑玲瓏的方式 所以他得到很大很大的慈善 所以這個代表說 這個領導者 他是一個很有德性 又活潑玲瓏 那一切也和 和為貴 能夠達到和 就能夠達到大同的理想 大家和平大同 所以這個是 在實踐大同理想過程中 讓大家更不親如家人 要有這樣子的智慧跟能力 來我們讀一下 連音的方式也是 達到贏去眾人的方法 聖人商湯也曾用這樣與連音 達到贏能力 更多人的目的 商湯這樣做是 以人意知心行真智慧 以連音商湯都有好處來考量 不是只想要自己的好處 然後地就是商湯 那聖人商湯 他就是一個非常熟悉 非常有吃貴 然後他想得 用和來迎接大家和親的方式 來達到聯合更多人 為一個理想來努力 其實所謂的大同 大同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很和氣氣的 然後都很和平 都很和親 和親就是親如一家永平 所以世界一家 外國一家世界一家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一個理想但實現 這是我們中國人講的大同理想 也是這樣的理想實現 那來到第五條 就是那一個尊位 就是皇帝這個尊位的領導者 要有這樣的智慧 來用歇讀的問題 就是要成就國泰民安的大力 要況決善源 凝聚協和能的力量 甚至可透過電影的關係 向上方向 以聯繫來增加力量 這樣可以得到福祉的大師 好 親如一家人 在哪邊我們看到 我們看看我們現在就是 那時候親不親 到親怎麼樣 最親 所以你看我們也是 這個夏立營開始之後 大家曾認識 後來沒見過面 有的也許很早有見過面 但是也是這個活動開始之後 大家就 然後一見面就覺得好像親如家 大家就沒有任何的一種分別心 只有付出 大家彼此就是這樣 那在實踐大同理想 它基本上也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這樣才有辦法去凝聚眾人的力量 不要有太多的分別 那我只對我的孩子好 我對我的親人的孩子好 或是我所認識的孩子好 其他我不認識的 不相關的 不同單位的 那我就用分別心去對待 那是沒辦法大談的 好最後再來上六 上六 臣富於華 勿用師 致意告命 真理 臣強倒塌成為一片廢墟 以不需動用軍隊的攻打 臣內開始自行八部命令 然而命令已經大亂 若還以此堅定自首 則會混合 太道已至混身 太極便佛 國家安始動亂 不需出動軍隊 即會免亡 然後上六是一個告誡 就是說 不要以為實踐大龍理想好像 近在咫尺快要完成 然後就鬆懈了 一鬆懈了 內部小人的力量上來 就開始分你我彼此 分你我彼此就開始鬥 小團體變成大團體 鬥來鬥去 最後自己毀滅自己 這個叫做城牆倒塌 這個一個去廢墟 這個皇本來是復成國 這個城就是組起來的那個高高的 圍著一個範圍 然後外圍有一城 復成國叫做皇 結果這個皇下來 把這個復成國都給蓋到了 所以人家直接就可以進來 變成感覺是一片廢棄 人家不用衝動應對 我們就自己發佈命令 自己已經自義告密 自己已經大亂了 自己自取滅亡 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以為實踐大同理想 就非常簡單到最後 好像要成功了就鬆懈 一鬆懈就開始出問題 一出問題就開始動亂 最後甚至自我滅亡 好所以 白陽義就告訴我們 如何避免在實踐大同盛時的 分別中失敗 來我們讀一下 當國家或團體為心的知己 最需要的是行禮來欺負大善 並捨棄小人做功 改引堅持的程度 努力行善既得 或能由手改變 所以遇到這樣的情況 有可能是因為 在實踐的過程當中 我們只顧自己 沒有顧到其他人 其他共同努力的 其他團體 就是說我只顧我自己好 結果像一根一棵樹長起來 有很多樹枝 我們不可能只有一隻樹枝長得特別好 其他樹枝不管它 然後讓它哭吻 那你其他樹枝哭吻 你這隻也會哭吻 所以要好就要大家一起好 所以他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成為這個 大同理想實踐的一個一員 甚至一個團隊的時候 我們也要照顧其他的團隊 就像道總 見道成道 有的單位辦得很好 有的單位就需要幫助 那同樣都是一絲之徒 一母之子相互告訴 你要我們走得特別快 啵啵啵啵啵啵 一下子跑到你今天到了 你要馬上進去 回頭看看大家情況怎麼樣 需要幫忙嗎 需要幫忙再回頭一起幫忙 那就不要太快 這個一直往前都不顧別人 所以這裡都行善既得 好 自己就會發佈王國令 就以國家通膽而亡國一般 這是對金子治國的道歉 這個是一個金子治國的道歉 其實應該說對實現大同理想者的一個道歉 就是我們在實現大同理想過程當中 不要以為順利好像就要成功了 一次就鬆懈了 鬆懈就容易出問題 還是要長寶出發的那一份用心 好最後我們來進入一個總統 就是這個太卦給我們什麼樣的起發 來我們讀一下 太卦等智慧 太卦是一個非常美好富裕博大的太平盛世 使君子夢寐以求希望實現的理想 本卦講的就是如何實現太平盛世理想的方法 責任在君子但也不能沒有小人的作用 好比陰陽小大的往來作用 天地萬物才得欲生生不息 這個太卦他在講一個美好影響的實現 這個美好影響是天底下所有的這些 包括聖心賢包括這些聖者包括這些精子 儒家的這些聖人他們所追求的影響 以至於到今天應該就是我們兩位白洋天使 所要去努力的影響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該怎麼做呢 這個太卦其實他教我們的方法 是從我們自己本身做起 我們自己要先能夠把太和之氣修煉出來 太和之氣的修煉怎麼修 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各裡 其實明師一指非常重要 明師幫我們開啟行官寶藏 接下來要懂得守弦歸零 你守弦歸零就進入太和 輕輕靜靜靡 心平氣和 因為你只要懂得手學 你就能夠心平氣合 心平氣合不是睡覺 而是清清淨淨淋淋淋淋 就進入太和狀態 因為倒在身上就叫做太和 就是你手弦規律進入那個狀態 那從自己本身這種太和的修煉 那麼也影響到家庭 這個家也能夠家和萬事性 那影響到人 和氣生成 影響到社會就是一個享和的社會 然後影響到國家就是一個和平 影響到世界就是一個大和 和而廣直 自博平均下 用的就是每個人都能夠和 所以你看這個國與國之間 為什麼打仗 就是不和 人與人之間為什麼打架 就是不和 三和七 好 我們繼續來讀 君子要實現靈想 首先要陪德以律動 以寬大的包容心 心中正之道 非用財徒來吸引人群 而是以德性來感到萬靈 但實現理想的過程中 派到隨時注意不及必反的道理 小心謹慎 實應保態 才能創業走成 好 在實現理想過程當中 首先我們自己就是一個鍛鍊的過程 鍛鍊的過程最好是 不要離開人情來鍛鍊 因為你要實現大同理想 那個是要走路人情的 走路人情是用什麼來鍛鍊的 用我們的德性 也就是先把這個太和修出來 和和氣氣才有辦法練這個德 以德來激重 以真誠來榮重 以德性來感到 自然而然會有一群人的情意 來實現這個共同的理想 好 繼續 白羊義則武衝說明 成就國泰民安的太平設施 非是靠武力來成就 首先要能前劍噴射 做好內部的調和 行事在施政上 要以立體為萬事的計則 以行之 亦以行之 其三段靈道上 要以德性來領導萬民 落實的這萬民之所在 達到修得以反常萬民 成就國泰民安的大統理想 所以這個卦是在講一個 大統理想的實現 我們知道這個大統理想實現 絕對很不簡單 要一個卦講完是不容易 尤其只有六個卦 所以我們從這個《易經》的太化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內涵 那是要從自己本身做起的 這個本身做起 先調和自己 調和 就是先修煉太和才能調和 從自己本身的調和 到家庭的調和 到人之 人也之間調和 但這過程當中有很多要學習的 包括理以行之 意以行之 包括我們的那份德性的領導 還有那份真誠來容救 那種感召力 這些都是一種學習跟培養跟鍛鍊 也許我們缺某一種 我們也要把這個 把它行出來 那就要鍛鍊 在鍛鍊的過程當中 就會開發我們的智慧 好 我們今天這個太化 就先到這個地方